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過去幾條影片都是偏向早餐或下午茶比較多 這次我們會做一個小菜 就叫黃金蝦 這個比較起興,可以適合節日或平日煮也很適合 又有黃金又有蝦 如果你想知道怎麼做的話,我們馬上去拍 這裡就是我們這次的材料,有一大盆蝦 鹹蛋四隻 還有一束蔥片 首先我會把蝦醃好 會用到一湯匙的粟粉 四分一茶匙的鹽 還有四分一茶匙的糖 還有胡椒粉 放好醃料就可以攪拌均勻 已經醃了一段時間 現在就做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挑蝦腸 要先把蝦頭尖尖的地方剪掉 再剪掉眼睛的部分 然後在蝦頸的位置剪開,一直剪到尾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都對不到蝦 很可愛 剪好後慢慢打開 就可以很輕鬆地挑走蝦腸 真的很噁心 挑乾淨一點 畢竟吃下去也不太好 好,讓我快點快點挑好全部 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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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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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水把咸蛋洗乾淨 因为我们只需要咸蛋黄 所以就把咸蛋黄和蛋白分开 一中小火水滚之后就可以把咸蛋黄放下去蒸10-15分钟 蒸好了 可以用多张咸蛋压碎 这次我会用20克的牛油 把葱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葱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葱切成葱粒 用中小火鲜落牛油 再涂均勻整個表面 再放鹹蛋黃 煮到這樣就差不多可以放蝦了 慢慢煮就把蛋黃煎滿 看到蝦變色就可以放蔥粒了 這樣就可以上碟了 HELLO! 我們終於訂好了 真的好香很好吃 我要繼續吃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食物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